不是啊哥们来真的呀 巴巴拉大战纯水精灵啊 阿伟自老灯转世 这次挑战只使用巴巴拉 当主席通关原神现有的主线剧情 能做得到吗 上一集主线已经砸完群遇歌了 抱歉等级也来到了29集 马上就要去倒戏了 欢迎收看阿伟老灯转世 原神整活挑战巴巴拉主席通关原神第三集 上线先打个纯水 只要不莱猪其他的都好说 刚说完不要莱猪 第二波就来了 勇敢阿伟不怕困难 干就完事了 动作旁边的头猪 动作 沉默啊 倒一下 哇 扒了多少伤害 完了又满了 这是什么的 OKOK 开个大动作 倒一下 哇 哇 要卡了 要卡了 哎呦满血 呜呼 点一下 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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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不怕 发射发射发射 发射发射发射 发射 哇 2001 爆 爆 爆一爆呀 爆 轻轻松松 打个猪 不就是花了个7分钟而已 后面不要来就行了 这个A死就行了 啊 你玩不玩的又是猪 好玩爱玩 一场来了两波猪 真是无敌了孩子 你还踢甲球 你还踢甲球 哎呦迪奥娜你还踢甲球 我去 爆一下 爆 哎呀你是真的 爆一下 变他 喂 喂 胜利就在前方 工作 爆 跑 再爆两次就过了 爆爆爆爆爆 爆一爆呀 爆一爆 完了他又满血了 我的 哎哎哎哎哎 好 那个掉一袋粉 掉一袋粉 哎呦 还玩不玩呀 我不服 拉下摄影物 把攻击杯拉起来 好好好 之下应该可以了 再来 不要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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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 经过了23分钟的努力 拿下拿下 太艰难了 打完纯水 该做主线去了 先来完成个小姨扛石的重修群玉格任务吧 在这个副本里面还是有挺多战斗的 又是秋秋王又是小宝的 这里也可以看到我对巴巴拉的使用是越发熟练啊 打的还是嘎嘎快的 中间的这个机关巴巴拉的水上也是可以打到的 只要慢慢的刮过去就可以了 重修完群玉格之后二战魔神 这里也也是非常的猛 一手无风剑上去 就是送 这里还没有晕哈 被小姨救下了 最后还是争了眼的 小姨还是那么的帅 打魔神这里虽然刮杀 但也算是比较好打的 起码比纯水好打 解决完魔神之后又到了听云先生唱戏了 虽然已经听了无数遍了 但是依旧是百听不厌啊 尤其是今天怀念原生的巅峰时刻 今日我再添一笔 唱与诸未天 你遇到未遍的故事 自由指定和情组 光明连一间流星 只恨不重新 爱情 做完这段之后 再把之前的小狼仔的传说做了 因为之前没有拿到招心 打不了水史莱姆 所以一直没有做 现在回去给他做了 中途也是成功的升级到了30级 最后打狼王这里 我们也只能使用巴巴拉战斗 还好狼王只是冰封免疫 不是水免 轻松解决 接着我们可以开启带音的任务了 先来做个暴墓篇 暴墓篇的战斗场景是比较少的 秘境本里面都是些秋秋人牛头人什么的 来个深渊法师还是个火法师 那不就对位了吗 最后也有两个深渊法师水和火的 水的可以用凯亚猫猫破盾 破王盾的法师就任人宰割了 在暴墓篇我们的主角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哥哥的气息 接着继续做我们终将重逢 这里面的战斗就比较多了 而且难度都还挺高的 首先是这个秘境本里面还要躲气泡 这个也是众多萌新的噩梦吧 上去的这个只要不减道路两边的宝箱的话 还是比较简单的 上去之后就是第一次跟水使徒交手了 这个水使徒一共要打三次 水使徒在没开盾之前是可以受到水元素伤害的 虽然我们巴巴拉的伤害不是很高 但是只要不是随眠的怪 都是可以慢慢刮过去的 这里打到血条还剩一截就会进入剧情了 从秘境出来可以顺手把附近的锚点开了 再顺手把前面的抽抽王给干了 现在的我们强的可怕 无所畏惧看到啥都想上去干一战 之后还有几场硬仗 两个深渊法师一水一冰 忘了带火元素了 冰的打起来稍微麻烦了点 谁也是可以破冰的就是慢了点 或者用下落攻击的方式也可以破 但都不是很快 这个完了之后 接下来这里才是多少萌新噩梦啊 水冰法师 外加个飞天小宝 还有一堆弓箭手 之前林克号也有在这里坠机的 所以这里不能大意啊 把安婆换上 用涌动先给他们兜冻住 这里有点难打呢 感觉有点要醉机的样子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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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个大开个大 途中两个法师还重新上了盾 选择逐个击破 最后再打飞天小宝 只要他敢飞天他就没了 OK 成功拿下 最后还有一场 冰火法师带个小宝 这个虽然没有前面那个难打 但也是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记了的 所以打起来都比较小心 打完这个 后面就是打水使徒了 先是在狼王子干一下 先把他刮到开盾 然后再用凯亚和猫猫破盾 难倒不是很难就是要打一回 这个还没有前面的飞天小宝难 打完这个 又要回去一开始的那个meeting本 再干他一次 这次这个泡泡这里是向下的 下的要比上的难 第三次干这个水使徒了 这应该是前期的剧情里面 相对难度比较高的一场战斗了 一个水使徒外加两个深渊法师 但对于有着十几次开荒经验的我来说 这已经是小场面了 直接干使徒两个法师可以不用理 先把使徒打到金盾 然后还是用凯亚和猫猫破盾就好了 别看我打得这么轻松 实质一点也不难 这步还可以给各位展示援座 最后也是有惊有险打过了 终于是见到了我们心心念念的gag 完成了带阴的任务 接下来就是要去找北斗大写头前往倒计了 原本想着再打个沉水轻轻体力的 结果生了30之后就是世界等级2了 然后 我现在连个松鼠都打不过了 别说莱猪了 那只能是去了到期之后 看看能不能刷到海岸套再来了 北斗的这段剧情战斗场景不算多 比武对于老登来说 那个太简单了 都可以做到无伤了 倒是万叶叫我们出来打史莱姆之理 冰史莱姆没有带火元素小刮了一会 水的很好解决哈 攻击雷史莱姆发生赶电就可以解决了 做完就可以前往到期了 这时我们已经顺利的完成了 蒙德里悦两个地方的剧情了 接下来要对付的就是 倒期的雷神 愚人众第八执行官 女士 还有血眼工厂等等高强度的战斗啊 巴巴拉的主席旅途还能这么顺利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巴巴拉冲呀